冰淇淋 对面的小女孩也跟着吃一口 她觉得这样还挺好玩 小女孩也玩得很开心 但下一秒她就放下勺子露出邪恶的笑容 擦去手表上的血迹 静止走到女孩面前 必把将她冰淇淋掀翻在地 她叫贝拉 是个顶级杀手 每天都要杀十来个人 脾气暴躁性格还古怪 碰到老年人下楼比乌龟还慢 她都要指手画脚骂两句 高高在上的架子往内一摆 不管男女老少她都不放在眼里 回到家里她也不打算闲着 拿出化妆品把脸擦得比墙还白 再把毒药倒出来撒在桌子上 手拿一瓶烈酒往沙发上一躺 摆出自杀的样子 等上司过来给她派发刺杀任务 刚进门就看到这样的场面 上司也是吓了一跳 她急忙凑上去查看 好家伙 做她上司也不得安女 贝拉接过赏金和暗杀目标 便开始调查对方信息 很快便得到地址和样貌 她二话不说骑上摩托车飞去 这次她打算不用一枪一弹 仅靠她头发上带有毒药的发灾 趁门口保安不注意 贝拉一个小金不溜到围墙边 顺着管子爬上去 来到房子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贝拉向外查看 原来富豪正在后院和朋友开派对 贝拉微微一笑 看到目标就像看到提款机 她走进卧室打开衣柜 准备找一件像样的裙子混进派对 不料这时巡逻的安保脚步声传来 安保发现刚才还好好的衣柜去开着 便开始对里面搜查 但找了半天没看到一个人影 安保认为是自己多虑了 殊不知贝拉就躲在行李箱里 她换上衣服混进派对 刚要准备靠近富豪实施刺杀 却发现富豪在欺负孙子 贝拉见状想到了更保险的刺杀方法 她跟着男孩回到房间 哄骗她把爷爷给喊上来 见富豪上钩 贝拉就把男孩关进厕所里 富豪刚走进房间 就被贝拉的美貌深深吸引 瞬间就忘了自己和孙子的事 她看着贝拉眼神都不戴摩一下 贝拉找了个借口把门关上 趁富豪在研究她各方面的条件 贝拉悄悄拔出发簪 直接扎在她眼睛上 再把一管子毒药打进去 富豪立马去领了盒饭 完成任务回到家 上司就赶来告诉贝拉一个坏消息 之前的刺杀目标有一个活了下来 此时正在医院抢救 那人知道贝拉的样貌 必须赶在警察对她路口供钱 续把她给弄死 而此时警员毛姐已经来到医院 准备向受害者询问凶手的样貌 但被医生告知病人还在昏迷中 必须在门口等待 趁着等待时间 毛姐进厕所整理下发行 不料刚好撞见假扮医生 混进医院的贝拉 好在毛姐不知道她是杀手 贝拉也不知道她是警察 出去时贝拉还嘲讽毛姐 毛姐从厕所出来 发现病房里的所有人都被杀了 唯一的证人也被割了喉咙 解决后患的被拉回到家 又收到一个刺杀任务 她用各种科技与狠活 制作出一瓶有毒的香水 接着化身成一名服务员混进宴会 进来后她假装给各位嘉宾倒酒 实则在观察目标的一举一动 这时终于等到女人去厕所 贝拉一路跟去 不料突然被身后的管家叫住 原因是服务员不能进VIP厕所 贝拉谎称是去给客人送开塞路 管家见状也不好说什么 便同意让她进去 她找到女人便开始推销手中的香水 而女人是做投资的 好的产品她也不想错过 说着就打开香水试试 刚打开贝拉就下的退货几百米 看到女人喷在手上闻了闻 贝拉差点没把门牙笑出来 很快女人就感到头晕目眩 总有口气喘不上来 她使唤贝拉帮忙叫救护车 而贝拉一脸享受地看着女人难受 因为这是她最喜欢的杀人方式之一 这时的女人才意识到自己被害了 直到女人倒了下去 贝拉依然不满意 她还要蹲下身嘲讽一下 拜拜 完成任务回到家 贝拉就被上司愤怒地一把摁在墙上 因为之前有一个任务 是把幸存者伪装成自杀干掉 而贝拉却把病房里的医生和警察都杀了 两人话还没说完 贝拉的男友突然找上门来 场面十分尴尬 贝拉赶紧解释这老头是她哥哥 男友见状不幸也得信 赶紧上前握个手 随后贝拉就把男友给打发走了 而就在这时 男友发现垃圾袋里还有没用完的香水 她觉得这样有点浪费 于是就捡起来带走 很快房间里的两人就听到门口一声巨响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男友被她的香水给堵死 但贝拉却没有感到很伤心 反而说死得好 因为她不怎么喜欢男人 随后上次告诉贝拉 医院那次事件后 有个叫毛姐的警察开始负责调查你 夜晚贝拉在网上查找此人 结果她惊奇地发现 这毛姐正是她在医院厕所里撞见的那个人 贝拉打算在下一次任务中 背着上司偷偷干掉毛姐 没想到一个小诊所里 还隐藏着这么刺激的服务 她既不是手术也不是治疗 但能让有这个癖好的人 不惜千里也要过来感受一下 不知情的她还在那嬉皮笑脸 贝拉看了看单子 小胖购买的是八分钟的鸡蛋按摩 一切准备就绪 贝拉拿起大钳子 即使把鸡蛋整碎了 贝拉依然不满意 她还要把气瓶压力扭到最大 把小胖给活活堵死 最后还要把她的头转过来 十分享受地看着她死去 很快警员毛姐和她的老搭档赶来现场 为了方便驻扎在这里调查 两人把行李都搬了过来 而贝拉就在不远处监视着两人 这时毛姐接了个电话 挂断后却发现她行李箱不见了 果不其然被贝拉给偷了回来 里面又吐又丑的衣服 她差点没把煎饼给吐出来 但这绿色的丝巾看着还行 丢了行李的毛姐 被迫来到店里买两件衣服 可失了半天 穿在身上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她刚想出来叫服务员 却看到旁边挂着个腰带 她想都没想就穿上 没想到一下子就高端上挡刺 这正是贝拉悄悄给她放的 还顺便在里面装了窃听器 从两人对话中 她得知了毛姐要去坐地铁见一个人 贝拉卡着时间跟了过来 刚好列车到站 看着毛姐走进车里 她微微一笑也跟着上车 不料突然被毛姐的搭档一把拽住 原来搭档看见贝拉身上的丝巾 和毛姐的一样才把她拦住 贝拉谎称在附近黑是买的 说完就赶紧离开 搭档没有证据 只好在后面跟踪贝拉 而贝拉也察觉到自己被跟踪 她将计就计一路把对方带到酒吧里 当来到人群拥挤的舞池 贝拉转身就露出她邪恶的微笑 随后便朝男人杀去 搭档这下才意识到中奖 但此时已经跑不掉 收到消息赶来的毛姐也只能过来收尸 对于搭档的死毛姐哭了三天三夜 同时她的行李也被贝拉用快递寄回来 她打开里面装满了很多大牌新衣服 还有一瓶名贵的香水 然而边上的小纸条让她大吃一惊 贝拉竟然喜欢上了毛姐 该说不说这口味属实有点重 而贝拉因为没得到上司的允许 擅自行动还干掉一个警察 这大大降低了上司对她的信任 直接取消她独自行动的特殊待遇 接着上司就递给她下一个任务地址 她将前往英格兰和同事们去刺杀一个官员 到账后来接她的这个男人 是这次任务的小队长 然而刚上车后贝拉从后视镜看到 前面坐在副驾驶的人竟是自己的前女友 人一脸惊讶的对视后 便在车里打的你来我往 原因竟是当初贝拉把她给甩了 还好一旁的小队长及时把两人喊听 而现在的小迪和队长在交往 此时的队长还并不知道 小迪和贝拉以前交往过 很快三人来到官员的家门口 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兵分两路 队长去后门蹲守防止官员逃跑 小迪和贝拉走正门进去 开门后的老母亲看到两个大美女来找儿子也是吓了一跳 以为儿子又在外面瞎搞 两人赶紧解释我们是你儿子的同事 老母亲这才松了口气 赶紧把两人请进家里好吃好喝招待 还急忙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 随后官员回到家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一个急转弯朝另一边逃走 三人立马驾车追去 一路上小迪探出头扛着M4 朝官员的车一顿秃秃 期间弹壳不停砸在贝拉脑门上 很快官员的后玻璃就被打爆 队长见状呐喊着给小迪鼓掌 这吵得贝拉很烦躁 还导致追捕过程中错过了路口 随后三人掉头追去 却发现官员的车停在小路中央 下车后贝拉就急着上去一顿吐吐 但被队长叫住 队长表示我才是队长 我说了上我们才能上 这让一路都在忍让的贝拉更加憋屈 他很想给队长的脑门来一枪 队长上前查看却发现官员不在车里 殊不知官员就躲在附近的草丛里 他还打电话给毛姐过来支援 而失去目标的三人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贝拉只是问了一句现在怎么办 此时队长和贝拉相互瞄准对方 小迪作为队长的女友 把枪指向贝拉合情合理 但这时队长听到两人的谈话才知道 小迪和贝拉之前交往过 贝拉一人面对两个枪口有点逆风 他开始向小迪解释 当初甩了你是迫不得已 现在你离开队长我们就在一起 队长听得很是愤怒 举枪就要崩了贝拉 但小迪突然表示让我来 队长缓缓放下枪 不料下一秒小迪却指向队长 显然他最爱的还是贝拉 贝拉转身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表示我们现在就私奔 你想去哪都行 小迪听得也是满怀期待 然而就在小迪去后备箱摆放枪时 贝拉又露出了他那邪恶的微笑 他果然还是那个不干正事的贝拉 但这时车子却怎么也打不着 已经躲在草里半小时的官员见机会来了 他看了看远方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这一幕刚好被贝拉看到 贝拉才意识到原来刚才追杀的目标 毕只躲在附近草丛里 作为一名顶级杀手 猎物在手中逃脱简直是一种食物 他卸下装备撒腿就追 然而就在双方追逐了几公里后 官员就被赶来支援的毛姐给接走 他们一路狂飙躲避贝拉的追杀 然而下一秒 毛姐却做出震惊两人的行为 他居然把车停了下来 因为之前的事件 毛姐认为贝拉可能真的喜欢自己 为了验证猜测他冒死朝贝拉走去 果然贝拉没有向他开枪 但下一秒贝拉却把枪口指向自己 然而他只是想看看毛姐会有什么反应 随后贝拉亲吻枪口 已表示他的爱意 很肉麻地向毛姐脚下开了一枪 便迅速消失在现场 而官员被毛姐他们护送到附近的安全屋 给他配备了十多个顶级保镖 所有窗户也都被牢牢汗死 但这些都没有卵用 稍后他将会是死的最惨的男人 夜晚毛姐回到家 或许是白天被贝拉的行为有所触动 他竟然打开行李箱 穿上贝拉送他的名牌衣服 喝着一杯又一杯福特加 翻看着贝拉的所有资料 然而下一秒屋外传来脚步声 他刚走出来查看 是贝拉找了过来 他着急地想打开窗户呼喊救命 但根本打不开 找了半天卫生间里也没有合适的武器 下一秒贝拉踹门而入 他竟然拿着马桶刷对准贝拉 贝拉直接一把将他按进浴缸 贝拉已经说了八十遍 我不是来杀你的 而毛姐还要一直在狗叫 闹了半天 贝拉只是想和他吃个晚餐 就在准备餐具时 毛姐偷偷把刀塞进腰间 但身后的贝拉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动作 为了让毛姐有点安全感 贝拉同意他把刀放在桌上 随后两人谈话间贝拉直接上起了手 毛姐气得拿起刀就要反抗 但被贝拉迅速制服 抢过小刀抵住他的喉咙 接着拿来他的手机询问解锁命 此时的毛姐还蒙在鼓里 不知道贝拉要干嘛 直到贝拉临走时向他说了句谢谢 毛姐才意识到 原来贝拉要利用自己的手机 找到官员安全屋的地址 很快官员半夜起床刷牙 他刚抬起头 让他跑了 这次给他八条命也得死在这里 然而在杀他前 贝拉竟然想和他打一场扑克 官员被吓得瑟瑟发抖 随后贝拉就把他带进卧室里 刚进来官员就不老实 拿起板凳攻击贝拉 贝拉直接上去揪住他的衣领 赏他一嘴巴子 毛姐他们赶来支援 官员已经躺在床上被折磨死去 并且他的小兄弟已经被割走 第二天贝拉就在家里捡起了热狗 还叫来上司一起想吗 这时上司开始询问 与他一起执行任务的同事怎么死的 贝拉一顿狡辩但还是瞒不过上司 因为贝拉的钱里有小迪 那天并没有被贝拉用车给压死 但不幸的是他被关进了监狱 小迪知道的事情太多 上面担心他会把一些事情给抖出来 于是上司把贝拉送进监狱 去把小迪给干掉 他刚进监狱就给玉瑾一个大嘴巴子 旁边玉瑾上去就是一棍两棍三棍 打得他站不起来 换做一般人今后就会乖乖听话 但他不一样 你越是欺负他 他越是想尽办法嘲讽 随后玉瑾就罚他去厕所清理下水道 清理下水道的功夫 贝拉就结识了 旁边这个有暴力倾向的玉友 等到放风时间他就让玉友打自己 玉友打得越猛烈他却越高兴 所有人都看得一头雾水 然而他这么做是为了静一无事 因为医生是他的线人 随后医生就给了他一把小刀 并告诉他前女友的牢房位置 打饭时他距离前女友越来越近 便把袖子里的刀拿出来 不料这时玉友却想和他玩耍 贝拉警告他现在不行 然而玉友就是不听 还把小刀给整掉在了地上 他紧紧握在手里就是不给贝拉 很快轮到贝拉打饭 小迪一眼就认出了他 吓得连忙后退 他清楚地知道贝拉是来干掉自己的 就因为玉友把刀拿去 害得贝拉没有第一时间干掉小迪 还搞得现场一片混乱 贝拉见状干脆将计就计 他拿起包材扔过去试图激怒业 等他冲过来时借刀杀人干掉玉警 不经意间顺势把小刀拿回来 很快另一名玉警赶来 所有人都在指责是他捅了玉警 正当玉警在安抚他情绪时 贝拉悄悄从身后偷袭一刀捅死他 再拿上监狱钥匙 趁玉警在忙着管理犯人 他一路赶往小迪的牢房 很快一名玉警就发现牢房内有鲜血流出 当玉警开门进去时 贝拉已经把小迪给干掉 事后他和玉友就被送往法庭 一路上都看似平平无奇 但下一秒 押送他们的车辆被拦截了下来 紧接着前面的司机就被干掉 然而就在这时 车厢的一名玉警却开枪射杀另一名玉警 原来他是贝拉所在的组织上派来的卧底 随后他被带到了一个烂尾楼里 迎面坐着的光头 是组织给他派来的新上司 介绍完自己后 他就掏出任务卡给贝拉 然而这次的任务对贝拉非常具有挑战性 刺杀目标竟然是他之前的老上司 不仅这样 光头还提出一堆任务要求 简直比他的老上司还啰嗦 浑然不知他的废话已经扔了贝拉 下一秒 随后贝拉来到老上司家里 看在多年感情的份上 贝拉给他自杀的机会 上司自己也清楚 组织下的自杀命令 他没有强大的势力保护是躲不掉的 说完他就拿来毒药到尽嘴里 二话不说直接一口闷 然而下一秒 他被上司打得头晕目血 缓了好久才站起身来 当贝拉追出来时 上司已经开着快艇逃走 随后还给他竖了个中指 虽然让他跑了 但好在他的女儿还在贝拉手里 这个经常杀人的杀手 绑架了一个啰嗦不停的孩子 他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女孩的嘴简直比苍蝇围在耳边还难受 但看不惯他又不能干掉它 因为女孩是贝拉唯一的筹码 为了耳边能清静 贝拉立马买来了汉堡堵住她的嘴 然而这时两人竟比起了普通话 不料女孩说的比他还标准 随后两人来到目的地 老上司为了救女儿 也是立马赶了过来 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和毛姐混在一起 不过面对组织上的追杀 也只有毛姐那边能保他安全 见贝拉拿枪指着孩子的脑袋 两人赶紧把护照和钱还给贝拉 希望他能放了孩子 但贝拉可不只是来拿护照的 之前让老上司跑了 这次给他七条命也得躺在这 说着他就开枪射击 贝拉刚要上去补枪但被毛姐阻止 两人僵持了一会后 贝拉无奈地转身离去 等贝拉再次回到家 发现毛姐竟然提前闯进了自己家里 原来就在刚刚 毛姐找到了贝拉所在的公寓 进来后她就开始各种破坏 把家里整得一片狼藉 因为她对贝拉简直是又爱又恨 随后两人便开始互相坦白 心中对对方早已萌生的爱意 接着二话不说立马进入正题 等不及的贝拉率先出手 不料之时 毛姐竟用小刀抵住贝拉的肚子 贝拉本以为她不会真的动手 可下一秒 毛姐又突然后悔了 贝拉刚要提醒她别拔出来 毛姐却傻不拉击地给拔了出来 这下好了 身体的血部得流失一大半 趁毛姐去翻着只血的东西 贝拉滚下床捡起枪朝她射击 毛姐被吓得不敢过来 等没了动静毛姐再次走出去 发现贝拉已经离开 只有邻居站在门口 毛姐急忙顺着血迹追出去 可刚到楼下 就撞见三个不像好人的坏人 毛姐意识到不对劲 又立马折返回去躲起来 等三个坏人走上楼去 她又从暗阁里悄悄走出来 刚走几步就看到邻居被一枪爆了头 原来这伙人是来找贝拉的 还好走得快 不然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 然而身受重伤的贝拉就躲在墙边的栅栏 她一边流血一边逃亡跑了出来 很快身体就失血过多有点吃不消 当来到一处小巷子里 贝拉见旁边流浪汉的酒还剩半瓶没喝完 她拿起就往嘴里灌试图减少疼痛 接着把酒撒在伤口处悄悄 经常用酒撒伤口的人都知道 这酸爽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最后她还把流浪汉的外套给顺走 贝拉来到马路边 想伸手搭个顺风车赶去医院 可从她面前驶过的汽车 都没有一辆停下来 贝拉很是着急 因为再拖下去恐怕都不用去医院了 直到一辆老奔驰朝她驶来 贝拉直接扑了上去 随后她就被送到医院门口 并且姿势摆放得非常到位 贝拉再次醒来 医生已经给她缝合好了伤口 旁边还躺着个刚出车祸的男孩 贝拉与男孩互相了解后 就把她受为自己的小弟 为了尽快离开医院 她让男孩一瘸一拐地去帮自己偷东西 没想到男孩两分钟之内就得手了 显然她是干这行的料 贝拉换上偷来的衣服假扮成医生 接着来到药房里 拿上自己所需要的药物 刚要走回去时她发现 旁边这个病房的桌上放着个手提包 并且床上的病人处于昏迷状态 于是她悄悄走了进来 翻找之前的东西 不料这是身后传来脚步声 贝拉赶紧拿起单子假装进来看病 原来是家属回来了 这时家属问起病人的状况 贝拉想都没想 直接回了一句病人已经有所好转 然而从病人的脸色来看都快要去世了 家属听到好消息激动地抱住贝拉 浑然不知她的钱包已经被顺服了 现在贝拉药物和钱都有了 她随时都可以离开医院 但离开前她打算干一件正事 随后贝拉一瘸一拐地跑出医院 她来到一家洗衣店睡了一觉 可当她再次醒来 包里的药物和钱都被人偷了 贝拉愤怒地指责老板娘没帮她看管 但老板娘指了指上方 丢失盖部负责 贝拉呵呵一笑 委屈地收好所有东西 当来到门口时 直接把店里的洗衣粉给到地上 她果然还是不干正事的贝拉 不过这只是她的基本操作 随后贝拉来到一所超市里 但她不是来买东西的 因为钱被偷了还无家可归 现在急需找一个单身汉蹭吃蹭住 贝拉左顾右盼寻找着目标 很快就看中了一个中年大叔 她刚想上前搭讪 可没想到男人的老婆就在旁边 再怎么不干正事 挖墙脚这东西还是丧了 随后她又撞见了个老实憨厚的 贝拉呵呵一笑 心想今天就蹭她了 殊不知越老实得越危险 当男人来到门口结账 贝拉直接走过去上起了手 恳求男人护送自己离开超市 十分委屈地向男人谎称 门口坐着的那个男人是自己的继父 她有暴力倾向经常虐待我 而男人看她满脸是伤 也就信以为真 直接把她护送到自己车里 互相了解后男人就开始暗示贝拉 家里有间空房你可以来住几天 而这正是贝拉想要的 当晚她就哄天男人给自己买消炎药 因为肚子上的伤口开始落滑 包里的药还在洗衣店被偷 贝拉不想让男人知道自己有重伤 只能骗她是喉咙发炎 可她万万没想到 这个男人非常抠门 只回了一句多喝热水好好休息 夜晚贝拉正在熟睡 突然听到门外有奇怪的响声 她起身拿上武器出来查看 可找了一圈发现男人睡得正强 不可能是她发出的声响 当贝拉打开另一个房间 原来是患有痴呆症的老母亲在梦游 为了防止母亲会游到外面去 男人才把她一直锁在房间了 白天贝拉和老母亲在客厅看电视 不料老母亲突然告诉贝拉 一定要小心她儿子 贝拉听得一脸懵 为何老母亲会说这样的话 贝拉刚想询问原因 但这时她又恢复了老年痴呆 贝拉开始慌得一批 她想打开窗户发现根本打不开 并且大门也从外面锁住 就连卫生间的窗户也做了加固 贝拉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用创口贴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 接着来到厨房找一把刀防身 没想到这时男人回来了 没想到她竟然把刀都给藏起来了 男人刚出门 贝拉就急忙打电话向组织求救 但打了好几个都无人接听 不料这时男人又折返回来 贝拉手忙脚乱没放好电话 男人看到这一幕 直接把电话和线给拔了 她十分变态地警告贝拉别想着离开 除非给她点好处作为收留的回报 贝拉听得很愤怒 这辈子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她忍无可忍直接就是一脚 要不是身受重伤 她早就把男人给阉割了 扭打中贝拉死死掐住她 但这时男人刚好一拳打在她的伤口上 贝拉瞬间痛得瘫软在地 反被男人占据上风掐住她喉咙 这窒息感直冲天灵盖 危急时刻贝拉摸到旁边的摆剑 直接给男人的脑门来一下子 趁男人还没缓过来 贝拉迅速跑到门口 可还没打开门男人又追了上来 这次算是完蛋了 脑门被她牢牢锁死 但贝拉也不是吃素的 好歹也是个顶级杀手 她用力向后倒退撞击男人 左右摇摆再迅速接上一拐子挣脱舒服 拿起尖锐的铁棒直接插进她喉咙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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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